欢迎大家回到Science T与A仔 今天的题目是A仔打机打到傻了 家长在给电换小朋友之前 大家应该有一个协议 要设定换络和工作的时间 最好有一个时间表 给小朋友跟回 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 而在下转游戏的时候 家长也可以设定密码 小朋友要下转的时候 也要跟你商量一下 看看游戏内容是否合适 才可以下转 另外我认为大家可以找一张白纸 简单地写下 大家愿意遵守这个协议 例如去追踪这个时间表 去工作、游戏 什么时候玩电换的时候 签个名字 简单单写好 大家可以有一个 憑证 而将来如果有些时间做不到 你要告诉她 可能要暂停一两天的电换 或者要暂停一次的电换 让她知道 如果她表现未如理想的时候 是会有后果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 在给一个电换 小朋友之前 而做好这件事 将来 没有那么多烦恼 如果不是 我会有时候 这一段时间 都会听到家长 都会有些苦衷 就是给了电换 小朋友 之后 小朋友控制不了 会有 一些情况出现 大家都会觉得很辛苦 如果现在的 你的情况 小朋友已经失控了 她就一天只顾着打机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 大家都要心平气和 要坐下 爸爸妈妈和小朋友 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 或者如果老师愿意帮忙 可以加校会议 一起去说 其实现在的情况 有些失控 家长的想法 你讨论自己的想法 觉得 可能是 这个电换 对小朋友 有一些 学业 或者对她的健康 有一些坏的影响 那 告诉她 你的原因 为何要开这个会 然后 我会觉得 要有一个成长 或者进步计划 去follow 开完会之后 告诉她 我希望大家的情况 可以改善 对 介绍这个计划 给她 待会给大家 看看 这个简单的计划 可以怎么做 另外 我觉得 也可以用情景故事 来帮助她 因为 小朋友 沉迷玩电换 最主要原因 可能她很有空 或者觉得很无聊 游戏 让她觉得很刺激的感觉 于是 她就玩 如果 不玩游戏 不玩电换 可以做什么 其实 都可以 用一些故事 去啟發一下她 另外 我就觉得 可以帮助她们 建立新的兴趣 或者出外活动 也可以帮助她们 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 开完家庭会议的时候 这个跟进计划 或者成长计划 是怎样的呢 就是好像 这一幅 左手边的图 这样 橫线可以写了 小朋友的名字 譬如 小明的成长进步手记 请小明 写回 我愿意 譬如 大家说好了 有一个时间表 希望你何时做些什么 例如 我愿意遵守 这个 时间表 工作时工作 游戏时游戏 或者我愿意 何时玩游戏机 玩半个小时 可能定了 那就照射回去 然后 请小朋友 在左边签名 右边就是支持者 可能是爸爸妈妈 社工 或者是老师 去帮忙 去帮忙 最底的部分 就是可能是 给家长 去写回 如果小明 能够 跟着时间表工作 能够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去玩电换的话 请以一些东西来做奖励 可以跟小朋友聊 想要什么做奖励 我建议可以是 一些物质以外的东西 例如 大家出去吃一次 McDonalds 或者KFC 或者Pizza Hut 可以是一个 有快乐的回忆 以及可以出去一起分享的 一个礼物 大家都要跟进这个计划 检视一下情况 可能一个星期检视一次 或者三四天检视一次 如果他做得很好 那就是时候兑现你对他的承诺 可能是出去吃一次饭 或者去一个公园 餵鸭仔 如果他有些地方 未做得好的 可能一半 原来都做到一半 都可以做得好的地方 鼓励他 未做完 可能要告诉他 你要加油 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或者真的问他 其实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再把计划调整一下 另外我也想说 小朋友 其实他 可能真的觉得无聊 在家里 那可以做些什么 人人都会有无聊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画画 觉得无聊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做运动 如果家里有跑步机 可以去跑步 出去跑步也可以 跳绳 举一下眼铃 或者看书 甚至是漫画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 觉得无聊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忙做家务 做家里的一份子 我们可以帮忙做地 煮食 或者帮忙摘衣服 或者帮忙摘衣服 觉得无聊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玩一下 一些board game 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汽展球 可能也要邀请家人帮忙 等家人有空 可能每晚有时间 每晚都可以一起玩 我们也可以去照顾寵物 如果家里有寵物 可以帮寵物洗澡 按摩一下 或者帮小狗出去散步 纯片也可以做运动 那也是有益心心的 那如果你说 我对以上提出 都没什么兴趣 那就是说是时候 你都要发掘一下 有没有新的兴趣 你会不会对乐器有兴趣呢 那如果对音乐没什么兴趣 不如试下做义工 去帮一下邻居手 或者有需要的公公婆婆手 帮他们买一下物资 或者去派发一些食物 给有需要的人 去沙滩那里 撿垃圾 可以帮助保持环境清洁 如果除了这个义工之外 其实都可以去大自然道行客 不需要花太多钱 但是你可能都会找到很多乐趣的 那其他的故事呢 其实我会看到 其实Youtube 也有很多 有人读给你听的故事 那这个呢 就叫I'm bored 就是说一个女孩 和一只 书仔的对话 那这个书仔 都对他有很大的啟发 告诉他 其实你悶的时候 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那另外 如果无聊的时候 其实 怎样可以有意义的过呢 都是可以帮人 帮忙 可能有些小朋友 觉得自己 很小 能力不够的话 其实 都不是的 虽然 小朋友年纪小 但是呢 他们都可以做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又说一下这个故事 给他听 Why should I help 让他知道 虽然人仔细小 但是呢 力量呢 都是 不可以忽视的 他们都有他们的能力的 那多谢大家 收睇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给个like我啊 subscribe share 和给点意见我啊 多谢了 拜拜 拜拜